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何局长 我想单独跟高总谈谈 行 在离合这之前 我也想跟你开场不公路聊一聊 好 我希望咱们都非常坦诚 既不要装美女 也不要装道士 赤裸裸的谈 好 我喜欢 坐 我知道你有一个梦想 就是想让高锦临这个名族在天岗消失 话不能这么说 我只是想告诉善良的人们 在天岗的邪恶势力还是有对手的 因为一个人尚且需要面子 需要尊严 更何况天岗这个伟大的城市呢 是谁让这个城市伟大起来的 你想毁灭的究竟是什么呢 杜官 高总 我觉得你太自信了 我觉得一个人不论是谁 都不能把自己当成救世主 不是有那句话吗 地球离了谁都可以赚 天岗的伟大是因为你高锦临 这话让后人听了会觉得笑话 说到后人 我想做一个假设 如果有一天老太爷真是瞎了眼了 让我高锦临栽了 后人会怎么说呢 那会说应该 因为你不寻功手法 会说我了不起 错了 这么想你就错了 如果真有一天我栽了 那真是我高锦临的结束到了 不是你了不起 而且后人会说 外环路很方便 高锦临的遗产 体育场很舒适 高锦临的杰作 开发区很现代 高锦临的贡献 高总 我觉得你今天竟说错话 如果后人真这么想的话 那我就会告诉他们 这种想法是错的 因为一个城市的繁荣 是要建立在健康和扎实的基础上 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 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我们的外环 开发区 体育馆 是要靠我们的勤劳 智慧 扎扎实实的建起来 那样我们的世世代代 走在那里都会觉得踏实 都会觉得舒服 否则 靠一群乌合之众 走歪门斜路去建 那终有一天 会因为这些乌合之众的垮台 让我们感到愧对子孙 我们俩的世界观相差太多了 看来在这个城市 注定你我不能共存 那就要看 谁不寻功守法 那我们俩得消失一个 我希望消失的是邪恶 杜管长 你能有今天很不容易 你就不怕耽误你的前途吗 如果需要的话 不惜生命 亮亮 回来了 你在啊 还做了饭 快吃吧 要凉了 菜是你买的 对 冰箱里没东西了 明天我去买 明天我去买 你们是不是把高景林给抓了 哦 不是抓 是正常问话 他走私了 目前还没有证据 有人在保护她 所以我们调查工作挺难进行的 没有证据 那该怎么处理她 已经把她放了 亮亮 你在她那个公司里干活的事 我希望你还是再考虑考虑 你们曾经不是朋友吗 谁得她有用 她就说谁是她的朋友 你能去她那里 我一直觉得挺蹊跷 我这么找她的麻烦 她怎么能这么大度 这事跟你想的不一样 是莫菲介绍我进去的 当时我根本就不认识高景林 后来才见面 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吗 什么 我很害怕有一天突然传来消息 说你参与了高景林的走私活动 而我必须亲自面对 我很害怕这一天 这你尽管放心 我还知道什么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 喂 啊好 我马上过来 你还要出去啊 嗯 是那个莫菲吧 嗯 苏畅哪点不好啊 我没说到不好啊 太完美了 完美 完美喝醉之友啊 我真幸运 能接到你的邀请 喝什么自己点 小姐 一瓶啤酒 怎么了 有这等闲情抑制 无聊呗 不会吧 我猜猜啊 你要没事干 你就猜吧 嗨 有什么可猜的 不就是那点破事 想那个天涯沦落人呗 没事吧 哎呀 我这个人呐 吃黄连喝胆汁命苦 你一想他就把我拧来作败 就像喝醉酒的人需要一个脸盆一样 自己舒服了 弄得我一身恶心 谁有恶心你可以不来啊 不行啊 什么叫身不由己啊 我现在真正体会到一句话 爱之越深 痛之越烈 所说谁人 天岗磨亮也 你能不能说句正经话 我说的句句可都是正经话 你想 我天天看着你在我身边走来走去 你却想着一个几乎不存在的人 我能怎么样 这也算我招你了 你要是绝对难受 你可以离开公司啊 我不想再折磨你了 再说 这公司也没什么好的 除非你离开 你在那儿 我就不走 罗亮 我从来都无意伤害你 如果我们之间有什么错误的话 那就是 我们根本就不应该认识 你能平静 我也能踏实 那你给我一个理由 让我对你死心 我是坏人 还是家里好啊 给你请的个按摩室 好好放松放松 不用 起铁铁钟的事办得怎么样 已经搞定了 回头把材料送到法院就行了 大不了判个十年八年的 家属的事情一定得给我办好 你就不要为这事 操心了 我会安排好的 你说 这个杜新平 这次敢这么做 是不是 受什么人的指使 上面有势力的人 不会 如果有的话 绝不会这么草草地受兵 我想明白了 杜新平这次的行动 考虑得不周密 武莽出击 知道吗 他以为天一的事情 一定会扯出动论 那么抓住 起铁钟 一定会扯出高鼎林 想得多简单 这次 多亏了老四的情报 不然 真让他得逞了 杜新平给我亮底牌了 要跟我鱼死磅破 雷子今天问我 要不要 给杜新平一点颜色 不然 就会有人效仿 在天岗 看咱们不顺眼的人 为数不少 我不是个主张用武力的人 但是 在这个结果眼上 该严打 还得严打 算了 好男不跟女斗 再说他也没把我怎么样 而且这个时候动他 难免会惹一身骚 当然 这笔账不能消 我得记在杜新平头上 我认为 还是应该做点什么 不然 他太羞长了 弄了一个海关关长 不是什么小事 惹出麻烦 不好收场了 你放心 我会让他们掌握分寸的 保证让他舒舒服服的 莫菲呢 你怎么忽然想起他来了 今天 他刚才找过我一次呢 担心咱们答应他的事情 泡汤了 这鬼丫头骗了 馅儿还不少 罗亮呢 你放心 莫菲能控制他 罗亮这位棋子 应该动一动啊 咱们